最近我们在做陆地上面的演习 旅对抗 对然后我就看到我们高雄 他的战车就有在马路上跑 然后很多军民没看过 台北也有 觉得很新鲜 台北也有 今天早上在台北 就在热闹的港湖地区 就出现战车了 真的啊 对 我没看到 我告诉大家不用怕 因为陆军有三种对抗 常青 常态 常胜 我当张家旅居长的时候 我打的是常胜演习 对 就是两个旅 一个由台湾的最南边 激动到家路堂 一个到台湾的最北边 然后开始行军 集结 遭遇 对抗 攻击 防御 追进 我们全部都做 我在民国102年我就做过 我告诉你这种演习 超有实战感觉的 因为对方 你的对方不是假人 也不是模拟的 是真正有部队 这次是陆军269旅 跟陆战66旅对打 谁敢说啊 谁敢输啊 一个是海军 一个是陆军 输了回去 哪有脸见江东富佬啊 所以卯足权力在做演习 赢的赢奖章 输了回去拿乖乖啊 我跟你讲很惨啊 所以这是卯足的权力 但是呢 不是说他家见了面 就拿刺刀跟号角翔起 你不退你不退 不是这样 我们一切在接触以后 我们有一套所谓的战术的 一个平定楼 一个机制 全部输入电脑 你硬要也没有用 你什么时候加了油 计划做了没有 你什么补充的弹药 补充弹药计划做了没有 你全部要输入战术区域的 一个平定网络 进去之后 他直接电脑平定 你退你进 对 但是呢 所有的攻击防御 招击转进 全部都要演练 阿兵哥 你该握岛就握岛 你不握岛 电脑就会平定你 你是无效动作 所以这是几乎实战 对 但是我告诉大家 很辛苦 很辛苦 这个演习可能半年前开始准备 然后呢 因为他就是当实战在做 所以一定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这些部队 给他鼓个掌 他真的很辛苦 应该几个月没有好好休假了 另外我讲 这不得了 看到没有 橘色的 橘色的 我们国军的空军飞行员 这个 怎么不一样 因为他是法国的空军飞行员 那我们跟他们要干嘛 我们在一个在花旁部 我们有一个假想敌部队 那以前在花莲做这件事情呢 都是自己人当在海底部队 自己人当攻击部队 然后去对抗 都学长学弟啊 我把你给击落以后 你不是没有面子吗 现在找来法国人 法国人来飞幻象 然后跟我们F16V 来做实际的对抗 因为法国人有跟谁对抗的经验 有跟俄罗斯 整个作战的实战经验 他要飞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 但是是我们的飞机 请飞行员来飞 然后他不会留情 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因为他如果打出你 回去法国下次就难堪了 这一定某局是跟你拼 我告诉大家 得到的战果非常的辉煌 因为我们一定觉得 F16V很棒 幻象很旧 我告诉你 他赢了 幻象赢了 幻象赢了 因为什么幻象的 征兆的这个设施 号称法国面包 看得比F16清楚 所以F16现在 就因为这种状况 我要跟美国追加 我的征兆系统 这样子才能够平衡 所以不跟别人演习 永远只觉得自己最好 当别人演习 你输了没有关系 你赢的是经验 你找到的是我的战术战法 找到的是我的装备 缺什么 这个不是白飞的 我们有编预算 请法国人来飞 所以说这种对抗演习 这种陆军的 空军的对抗演习 才是真正近乎实战 强化国军战力的 最具体方法 了解感谢将军 就是说 就不再只是书上 书本上面的 作业知识而已 就是让你实际 有那个经验感受 那个才比较扎实 全台湾要新设 12处攻三飞弹阵地 所以它等于是说 补足了我们这个 防空 穷顶的那个缺口 对 其实防空 分为高空 中空 中低空三层 其实大家认为说 哇 那我们最难做的 就是高空 应该是最弱 完全错误 高空最强 是哦 我们的天宫三行 号称台湾萨德 这个系统非常强 真的哦 所以我们高空防势 高空的防空 做得最好的 我们缺是缺什么 缺中低空 对 中低空是我们最弱的 为什么说最弱呢 因为以前我在陆军 我们没有什么 野战防空的飞弹系统 就是每台战车上面 一台武林机枪 用防空网 打打打打这样打 那是二次大弹来做 我们还在用 那我们就讲说 哇 好不容易引进了复仇者 那复仇者其实就是次争 可是就是次争飞弹 那次争飞弹呢 没错 飞弹很好 可是没有买雷达 真的 我跟你讲 这是实话 我讲我负责 当年复仇者没有雷达 那我们的次争要往哪射 用肉眼追踪 这样打出去 浪费 浪费 一个次争夺贵啊 居然没有雷达 后来 中科院做了一个方式 它就是把 整个天舰飞弹的系统 把它移到路上 变成路舰二行的 低空防护系统 所以就是在国庆看到 路舰二行 两个飞弹在那边 那就是什么 那个系统可以把复仇者 一起框进来 一起指挥 就是叫什么 为什么一直做不出来 其实不是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等待一件事 叫做地面战术区域网络的成型 因为地面战术区域网络成型之后 每一台防空雷达串起来 所以它可以指挥 很多像路舰啊 复仇者飞弹 变成一个中低空的防护 现在美国 现在那个影片就是 对对对 高空的天空 中低空的复仇者 加上我们的这个路舰 那其实还有一种 叫中空就是爱国者 所以我们台湾的防空是 高空中空中低空三成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铁琼的概念 几乎啦 几乎 对你说有没有跟铁琼 一模一样我不知道 几乎 那我再讲 因为我们的路舰 这个战术区网络完成之后 美国 这个美国最喜欢做的一件就是 当你研发成功 我就卖给你 当时你看IDF 没有成功的时候 F是又怎么样都不卖 你研发成功 F是又卖给我们 这叫如虎天翼 浅见现在做出来了 未来美国你看包含了 Mark 48的整个鱼雷 给你 卖给你 不是给你 卖给你 你都有了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地面的 中空中低空防空系统之后 美国就说好 真的很棒 但是呢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如虎天翼 再给你们更好的 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NASA是什么 是天准5号的建案 357亿 由整个空军编列的预算 在机场周边 将这种整个系统纳入 这个系统在乌克兰用过 超好用 超好用 对而且卖给台湾更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系统 它的飞弹是什么 AIM-120 我们这种飞弹空军 所有战机上 所挂的都是这种飞弹 所以说飞弹不会不够 非常多 对空军可以用 地面的防空系统可以用 都是同一种飞弹 所以补充来源没有问题 你有更多的防空飞弹 可以做防空 那这套系统进来之后 跟我们的陆建 地面的防空系统 做一个长短相符 陆军是用陆建二型 加上复仇者 空军就是用天准5号 所买的 这整个系统 这就是在以色列 不是在乌克兰的 扫兵系统 就是这个 了解 大家听过扫兵吧 二无战争中 发挥了相当高的作用 它包含飞弹 包含无人机 100个目标以上 同时锁定 全部让你消灭 对 然后大家说 这么好用 我怎么用 又没有弹 我们哪有那么多弹 没有 我们的弹 AIM-120 就是我们现在空军 所使用的 进程的空对空飞弹 它也可以拿到地面来用 所以一个飞弹 两种用途 跟买建达初期弹一样 都可以用 对 两种作用 对 那国防部就说 你看低空的没问题了 中空的没问题了 我们还要强化 远程的打击能力 就是我可以防空 但是呢 我还要能够打 所以 AGM-158 这种长城空对地的飞弹 其实我们已经研发完成了 这个云风云木都可以了 那再加上空对地的这个飞弹 就告诉大家 远程打击不是梦 我是以防卫为目标 但是当你第一发出来 我不能一直挨揍啊 我可以远程把你的发射机体消灭 因为大家最近看到那个 这个乙哈战争 对 无数的火箭啪啪啪打出来 那如果打台湾怎么办 第一个我破除这个尼斯 中国所有的近岸火箭 绝大多数只能打150公里 150公里到哪里 到海中央 打不到台湾 然后呢 他说没关系 我们有200公里的火箭 那你全部要推到中国的沿海 切那个海边边边 这样潮还不行哦 要退潮时候往前推 然后这样打 你推得越前面我越好打 对 因为我们有这个 距离就更近了 然后我们 1000公里 没错 我们有 我们可以打到你 所以我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被中国的认知给骗了 我们守得住 我们还蛮厉害的 对 谢谢大家